日前牛尾社区、守城社区及内浦社区 与内浦社区合川地举办瓜田花线美人腿活动 期盼透过举办类似活动让旅客停留观光 其实在地的一些东西就是靠着在地的一些活动来做行销 也希望说这些现在的农民不需要靠天吃饭 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可以靠自己的技术 来做更好的收益 提升更好的品质跟收益 也希望说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在这里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一个丰富 而且欢乐的一个周末假期 透过社区导览进入社区深度旅行 从牛车的角度看农村生活 除了看见社区产业的蓬勃发展 更能看见村居民崇尚自然的精神 我记得我们牛车的社区和萝卜收盛 是最早通过农村的一个社区 透过农村之后你看到三个社区 建设得这么漂亮这么好 尤其是发展农特产 尤其是滴碳的行李 这可以说都在地化所有的农村品和敌散 来呈现给大家 透过这些活动也能联系社区的共事 大家可以团结更相信你 除了促进地方的新盛 也同时让消费者有进入社区的契机 并认识在地的人文产业 社区拥有诸多不同类型的产业 希望透过活动加以促销推广 我们的农村发现美人腿这个活动 看到我们所有社区这些成员 大家都很用心 对于我们的农特产品 我们的行销 在我们这个社区也做得很用心 我们就看到他们的邻居力很强 尤其我们的务目争 我们在这个理事长率领几下 这个社区改变得很好 藉由农村再生计划活动 民众对农村生活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对大自然的美有不同的感受 让消费者以低碳的方式完成吃喝玩乐 今天我们中国有没有社区 他们这个基民和修正社区的基民 能够很勇气来现场参加 推销他们的农特产 电影的低碳 智能 丁丁丁的农布意识的精神 这是特地我们鼓励的 我相信今天的基盤的活动意义非常重大 希望所有民众对我们的农布意识 对我们的农特山的消息 来带动我们的观光 的经济效益 丁丁的都共同 都来打拼 此次活动命名为 瓜田花蟹美人腿 丝瓜、花卉及角白笋 是三个社区的主要产业 希望透过活动的促销与推广 进而刺激产业发展 除了看见社区产业的蓬勃 更能看见农村居民 崇散自然的精神 民意新闻马严达普利采访报导